各位同学大家好,今天呀,我们来认识一个奇怪的细菌,结合分支杆菌,它呀,有着许多的与众不同之处。 首先,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形态,结合分支杆菌的菌体,细长,略带弯曲,它的直径约0.4微米,长大概是1到4个微米。 大多数情况下,结合分支杆菌会聚集成团块样排列,有分支生长的趋势,所以才被叫做结合分支杆菌。 特殊结构方面,它呀,不能形成牙包,也没有边毛和菌毛,但是它有夹膜。 结合分支杆菌,它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,就是它的细胞壁当中,纸质的含量非常的丰富。 我们看,这张图当中呈现的,就是它的细胞膜以及太聚糖。 它的太聚糖层由聚糖支架、四泰策列和五泰交列桥所组成,所以啊,它是一个格兰阳性戏菌。 但是呢,用普通的染色方法很难使之着色。 为什么呢? 还是由于它的细胞壁当中富含纸质。 我们看,在它太聚糖的外面,存在着大量的糖类纸质。 它的纸质含量,约赚细胞壁干重的60%,逐渐数量滋多。 而且,纸质的含量越高,结合分支杆菌的毒力就越强。 正是由于它的细胞壁当中富含纸质,所以它虽然是格兰阳性菌,但是用普通的格兰染色方法很难使之着色。 那我们要对它进行染色,就必须要提高染色温度,同时延长染色时间才能使之着色。 但是呢,一旦着色以后,还是由于它的细胞壁当中富含纸质。 所以啊,它就可以抵抗很强的脱色剂,3%的盐酸酒精的脱色。 所以,通过抗酸染色以后,结合分支杆菌的颜色就会呈现红色,而其他的细菌就被染成了蓝色。 这就是它第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,染色抗酸性。 是不是和我们前面所学过的其他细菌都不一样啊? 现在我们来看它的培养特性。 它是一种专性虚氧菌。 这个特性使得典型的结合病变,总是发生在通风最好的肺部的上液或者是肾脏当中,因为这些部位当中含氧量比较高。 它最佳的生长温度是37度,喜欢稍微偏酸一点的环境。 pH6.4至7.0对它的生长繁殖是最佳的。 它的生长繁殖过程当中,营养要求比较高。 在培养的时候,必须要在培养剂当中加入蛋黄、甘油、马铃薯、无基盐等等。 它才能够很好的进行生长繁殖。 所以,它是一个非常好吃的,非常馋的细菌。 我们培养结合分支杆菌的时候,通常采用酸性螺氏培养基来进行。 即便在营养这么丰富的培养基上面,结合分支杆菌的生长呀,还是非常的缓慢。 我们回忆一下前面所学的其他细菌,多长时间可以繁殖一代呢? 有多长时间可以看到典型菌落呢? 对了,一般来说,25分钟就可以繁殖一代,24小时就可以看到典型的菌落来。 但是,结合分支杆菌,18小时才能够繁殖一代。 这个时候,其他的细菌,比如说金黄色套球菌,或者是大肠埃虚菌,都已经可以看到菌落了。 而结合分支杆菌才从一个变成两个。 所以,要看到结合分支杆菌的典型菌落,需要四周的时间。 所以呀,它是一个非常懒惰的细菌。 那么,它的菌落长成什么样子呢? 在固体培养基上面,我们看,它的菌落表面非常的干燥,呈乳白色,而且呢,是非常的粗糙,呈菜花样。 是不是样子长得有点丑啊? 所以,这就是结合分支杆菌的第二大奇怪吃处。 好吃,懒做,长得丑,培养,馋,懒,丑。 好,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抵抗力。 由于菌体表面的输水性和聚集生长的特点,所以结合分支杆菌对于某些锂化因子的抵抗力非常的强,有四不怕。 不怕什么呢? 不怕干燥,不怕酸碱,对于3%的盐酸,6%的硫酸,4%的氢氧化钠,均具有抵抗力,也不怕碱性燃料,不怕青霉素等等作用于细胞B的抗生素。 那么,它怕什么呢? 我们来看一下,同样有四怕。 它怕乙醇,怕湿热,怕紫外泻,怕犒劳药物如练霉素,一眼颈,一肤平等。 这就是它另外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。 抵抗力方面,四怕,四不怕。 变异性 结合分支杆菌可以发生形态、俊落、独立、免疫元性和耐药性等多种变异。 形态变异 图中所呈现的是结合分支杆菌,那大家还认识它吗? 这样叫做L型细菌。 我们在前面学过的,也就是细胞B缺耸型的结合菌。 现在,它们可以变成大小不等的颗粒状,或者是成这样的长丝状。 这时候,抗酸染色,它们可以变成阴性,但是这样的L型细菌仍然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。 所以,在临床诊断过程当中,要警惕这种形态不典型的L型细菌的存在。 那我们中国人出生以后打的第一针是什么呀? 对了,就是卡剑苗。 它呀,是一种独立解弱的结合分支杆菌变异株。 是法国的细菌学家,将有毒的牛型结合分支杆菌,在体外经过13年230次传代以后而获得的,抗原性蛮好,但是独立却大大的解弱了的变异株。 在我们国家,是用作疫苗来预防婴儿结合分支杆菌感染的。 我们大家看一下,13年230代的培养,这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研究历程的艰辛和科学家的责任感。 希望我们同学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当中,也能够发挥这种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,造福于患者。 此外,在抗劳的治疗过程当中,由于不规范用药,可以引发细菌耐药性的变异。 这也是目前结合并治疗和控制当中最重要的,也是最艰难的问题。 20世纪90年代以后,由于耐药菌株,特别是多重耐药菌株的出现, 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流行,使得抑感人群增加, 加上卡件苗免疫保护率的降低,以及且负感染人群的复发等等原因, 使得结合病的感染有死灰复燃之势, 所以也是目前危害最为严重的慢性传染病之一。 好,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